稳定疫情阶段 居家办公再次成为了既定模式 有酒店业者观察到 选择到酒店办公的人多了50% 也有酒店在客房打造办公角落 并提供健身配件 深受上班族的青睐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进入酒店客房 工作所需的视讯会议员灯 打印机甚至是滤警等准备就绪 这家酒店说 目前一半的客人都是到酒店办公的顾客 针对政府再次规定 每间酒店客房只允许两人入住 酒店说这影响不大 反而推动了客房送餐服务 这家酒店则推出酒店办公日券 顾客可使用会议空间 也能够打印文件等 酒店说除了上班族 也有企业咨询酒店办公的安排 酒店也提供24小时的通行证 方便需要与不同时区对象开会的顾客 最组顾客占约两成 新传媒新闻新闻记者陈思璇报道